这是我从中国开车出发 创业旅行的第1168天 怎么省钱穷有环球旅行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种方式实在太low 而且对你太不负责任 我也没这个能力跟你分享 那你又说我们肯定是有钱人的孩子 那么这就又错了 下面分话不多说 这期我log允许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是如何边赚钱边旅行 上期说过 我们从罗马接上了队友 从此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三人行 横跨欧洲去往非洲 我们先是开车去了摩纳哥 摩纳哥地处意大利与法国中间 是一个人均GDP极其富有的小国 虽然到这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对我们出现了一些不友好的事情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赚路费 不说废话 如果你是一个出来乍到的行者 摩纳哥有着各种各样的限量版奢侈品 这些奢侈品可能是在别的国家早已端货 或者买不到的 查一下现在网上的价格 看看已经炒到了多少 然后 二 摩纳哥的邮票也是在全世界独具特色的东西 发个朋友圈 可能限量版奢侈品只有小部分能接受 但是百十块钱的一张具有收藏和纪念意义的邮票 我想肯定很多来不了这里的朋友 或者邮票收藏家想去拥有 在邮票的基础上 加一点跑腿费就OK了 这样不仅你赚了路费 还帮朋友在异国他乡的地方 get了特殊的礼物 我喜欢一个人的文化 许多的时候 进行 所以 商人 给我 谢谢 谢谢 我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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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 所以這 它會長久 我看 這塊這塊是你的車 叫作製造 我的車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水溫表升高 一旦我的車上的用電過高 它就會上升 开启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让车辆变通 车辆什么时候不会冷 刚才那大哥说发动机烧机油这个问题 已经半会儿是修不了的 然后我只能剩下的旅程 一边加机油一边跑了 现在大哥在修我水门表的问题 然后我们吃点早饭 因为现在还没有吃饭 我觉得就坐在那里可以在这边吗 再见 我想问一下这边有修车的地方吗 我也不知道找谁 是这样的 我那个车现在开到法国 然后现在烧机油烧得很严重 是这样的 没有 我没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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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行用 ик工程,行用 だろ、好き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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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other side mama says it's gonna get cold in the night but if I picture you then I'll be alright I am ready I am ready for you to be here 我們現在又接著出發了 然後今天心情很好 原因是被那個法國的修理工大哥給感動到了 你們知道的 在歐洲這個國家勞務費和這個手工是非常貴的 所以修車來說 時間對他們來說非常寶貴 但是這個修理工大哥不但沒有收一分錢 而且還送了我20升的美服機油 所以很感動 然後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你是一位年輕的旅行者 很有勇氣 可能翻譯軟件翻譯的不是這麼直譯 反正他說我會照顧你的 我們會讓你完成你的旅行 所以很感動 剩下的旅程要邊加著機油 邊旅行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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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們就停在了這裡 雖然感覺這裡的人有點奇怪 但是看起來還是挺安全的 然後他們說著我們也聽不懂的語言 然後還挺high的 至少我們能安全的停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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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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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了一顿巨硬的早餐 这里好像碰到了游行 然后我也不知道 可能看我们是外国人 觉得没办法沟通 所以就把我们放过去了 就是每辆车 刚我来住 然后讲一下 这是黄马甲吗 没有穿黄马甲 但同时是一场抗衣 我都说那个牛肉是红色的 刚提图上显示红色的 我终于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到了安道尔了 然后安道尔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 有一个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在中国有2000多万人口 在安道尔 但是安道尔实际人口才有9万 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很多人的微信上默认地区 有的人很懒 然后微信的默认地区就打成了安道尔 因为安道尔是那个微信地区里边的A的第一个 所以这个梗就这么出来了 对 他们说在安道尔待一个星期可以认识整个国家的人 哈哈哈 真的 安道尔的旅游业相当发达 为避税天堂之一 在这里服装化妆品香水香烟明酒 等可以说是我们去过的这么多国家中最便宜的 临近的国家的老百姓甚至周末会带上一家人 一起到这个修正国雪平 买购一个星期用的东西 再加上一箱免税的油回家 这里一瓶爱马仕香水可能在这里只需要200多人民币 就可以买到最大容量的 一条香烟要比机场免税店还要便宜 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品牌 是我见过价格最低的地方 安道尔对于喜欢在旅行中买买买的小姐姐 真的超合适 当然对于怎么在这里赚一票 自行脑补 很多人羡慕我们 但身在创业旅行当中的我们的确很累 我们到达每个地方的第一件事 是寻找在这个地方最能产生价值的东西 这样我们才能补充下一步的经济来源 每天平均最少要开5到6个小时的车 最长可能要开17个小时 在这期间还要拍摄片子 脑子里勾建Vlog脚本 晚上还要找停车的地方 然后在不同的服务区戴上耳机 沉醉到自己的世界里剪辑视频 每天起床还要检查车况 车子也会在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 不同时间 刨某 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 我和白白对于生活与工作的争吵 少不了队友之间的各种矛盾 车子一次次的崩溃 人也一次次的崩溃 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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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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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年前出发的时候 我本以为这一切都仅仅是梦想 但久而久之 我才发现这已经变成了我的生活 你问我创业旅行到底怎么样 我想和你没什么区别 我只感觉把曾经放在口袋里的家门钥匙 现在变成了每天要拧动的车钥匙 我只感觉曾经挤在公交去上班的场景 现在变成穿梭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公路上 我只感觉曾经见过的那些尖酸刻薄的客户 现在变成了在路上去认识更多有温度的人 我只感觉曾经创业的路上 孤独时没人陪伴 现在变成了孤独时 可以与大自然促膝敞 我只感觉曾经创业的终点是功成名就 现在却明白终点是拥有真正的生活 我只感觉曾经想家可以回家 现在却想家也得学会游必有方 前方的路是明知的 有时却是未知 前方的路是简单的 有时却是复杂 在路上有永远陪伴你的人 在路上也有短短相聚的人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 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 旅行创业者 我们接着出发在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